军演停不下来 美国大选忙翻天 并不耽误美国联合他国一起搞军演 日美在冲城附近海域的 力剑联合军演就照常举行 日本防卫省称 这是就今年三月生效的新安保法 首次举行联合军事训练 此外 日美还会在关岛等地展开 离岛夺回演习 有评论称 这时日本又向战争迈进了一步 暴露了安倍 对外扩军的野心 此外 美国还和韩国英国 一起举行联合演习 台风战斗机更是首次 背离朝鲜半岛 除了军演 美军还在丰满自己的语意 据美媒报道 F-35战斗机日前已经进入 美军多个兵种服役 另外 根据美军的计划 最早一批F-35将于2017年进驻日本 有媒体认为 美军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 开始起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在线观众席 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的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曼德拉草的一条提问 他说 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 他的建军目标就是要做到强大到 绝对没有人能够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程度 现在美国又是军演 又是扩充装备的 特朗普上台后 军费会不会增加 军备会不会大举部署到亚太呢 哪位前面 东老师 那个电影《钢铁侠》里有句台词 大概就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说什么叫强大 就是我的炸弹比你的多 我的炸弹比你的大 一个多一个大 正好把他这个绝对强大 然后进行了概括 我感觉今后 从特朗普这个安全政策来看的 两点值的关注 第一叫军费不减 第二叫能力高端 目前这个一万亿的军费缩减计划 今后有可能就此迟滞 而且今后增加军费 增加各种资源 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如果没有钱就没有强大 因为强大跟这个资源投入 是划成等号的 那么第二呢 能力高端 目前它有五个领域 非常值得关注 像什么潜艇啊 空中优势啊 空中进入啊 另外还有这个坦克 包括新干件武器 如果这五类武器装备 快速发展 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作战能力 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等于美国的陆军 海军 空军 几个大的军种的作战能力 正在转型 如果实现了这种转型 所谓的绝对优势 就会逐渐建立起来 和其他国家 在水下水面空中 以及陆战场的军事优势 就会拉大 所以我想今后 向亚太地区 转移自己的部署 肯定方向不变 但是细节和基本的 小的手段 有可能会调整 所以亚洲方向 依然是美国进行 各种兵力部署的 一个热点地区 方斌老师 还有补充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一直说 大家对克罗普 应该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包括刚才我们经常说的 亚太再平衡这个事情 大家好像是不是觉得 这是奥巴马干的事 是不是特朗普上来 就要彻底毁掉 我觉得恐怕未必 至于他以后 叫不叫亚太再平衡 咱们姑且不论 至少特朗普现在说了 我要增加军费 我陆军要增加多少 海军要增加多少 空军要增加多少 这个钱我是要花出去的 而且我要花钱不算 你们每日日韩 你这些国家 你都得给我花钱 给我一个什么感觉 亚太再平衡 未来的亚太再平衡 兄弟是兄弟 生意是生意 你该花钱 你得给我出钱 当然反过来 你再看这个日本方面 他那个方向 那个方位大臣 马上就说了 这个钱我不能出 给人一个什么感觉 这以后 这个哥们之间 谈钱 伤感情 但反过来 谈感情 那可是要伤钱的 明明 明